第十九课 起名字 一 听力理解练习 一 听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一 喝 小王 这是你买的日语书啊 你又在学日语呢 是啊 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 要不等老了 想学也记不住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 小明 今天的五道作业题你都做完没有 我呀 嘿嘿 要是做完了这一道题 再做四道就做完了 小明 做完了几道题了 三 小明 等等我 我都走不动了 哼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到了 小明的意思是什么 四 咱们去商场 带一千块钱够吗 我也不想买什么东西 用不着带那么多 女的是什么意思 五 妈 快过来帮我一下 小华 你没看见妈妈正忙着吗 我来帮你吧 难的是什么意思 六 明天要做手术 我心里挺紧张的 你又不是没做过手术 紧张什么 难的是什么意思 七 小李还在那家合资公司工作吗 他因为不能胜任那份工作 不得不调离了原来的单位 小李怎么样了 八 老师 我觉得我年纪太大 学习太吃力了 麦克 咱们班年龄最大的是山田 要说学习太大的是山田 要说学习吃力 恐怕没有人比他更吃力了 可是你看 他还是那么努力地学习呢 女的说山田怎么样 9 哎 张铭 你不是不抽烟吗 没办法 自从我自己开了这家公司以后 经常跟陌生人打交道 要是不先请别人抽烟 就办不成事儿 张铭为什么开始抽烟了 10 男人和女人有很多不同 比如迷路了 女人一般会去问路 男人不喜欢问路 而是看地图或者靠记忆 再比如工作中遇到什么事情 男人回到家里 不喜欢跟妻子说 而妻子正相反 工作中遇到困难 妻子喜欢怎么样 二 听对话做练习 对话 起名字 声词 规律 尽力 字形 协调 笔画 同名 一 听第一遍录音 判断证物 起名字 中国人很重视给孩子起名字 为了给孩子起名字 常常是再三考虑 但是 什么样的名字 才是比较好的呢 请听录音 老师 我发现有的中国人的名字 很好听 是啊 中国人很重视其名字 做父母的认为 给孩子起一个好的名字 会给他带来好运气 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什么样的名字 才算是好名字呢 这个当然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看法 不过 也有一些规律 比如 你觉得 李来福 张乐喜 这两个名字怎么样 听起来 好像很吉利 对 父母都希望孩子的名字 很吉利 还有一些名字 包含了父母对孩子的希望 比如 希望孩子将来 能为国家尽力 希望孩子将来 能成功等等 我认识兄弟两个 哥哥叫王卫国 弟弟叫王卫民 是不是就是这种名字 对 还有一点 就是名字念起来要好听 你知道 汉语有四个声调 利用这四个声调搭配起的名字 会很有节奏感 这样说来 如果名字中的几个字 都是一个声调的话 恐怕就不好听了 就是啊 应该避免这种情况 当然 还有一点 就是写起来要方便 就是说 名字的字形要协调 几个字 不能都是笔画很多的 如果字的笔画太多 孩子不容易写 就是说 好的名字 要听起来极力 念起来好听 写起来方便 对不对 对 老师 我认识两个叫流畅的人 好在他们俩互相不认识 所以还没有太大的麻烦 现在 起一个字名字的越来越多 很容易同名同姓 还有一些大姓 很容易出现同名同姓的情况 什么是大姓 大姓就是姓这个姓的人很多 比如姓李的 有一亿多人 还有张 王 赵 刘等也是大姓 同名同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人们很喜欢用 红 军 蓝 涛 华 国 杰 英 刚等字起名字 用的人多了 自然会造成同名同姓 二 听第二遍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起名字 中国人很重视 给孩子起名字 为了给孩子起名字 常常是再三考虑 但是 什么样的名字 才是比较好的呢 请听录音 老师 我发现有的中国人的名字 很好听 是啊 中国人很重视起名字 做父母的认为 给孩子起一个好的名字 会给他带来好运气 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什么样的名字 才算是好名字呢 这个 当然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看法 不过 也有一些规律 比如 你觉得 李来福 张乐喜 这两个名字怎么样 听起来 好像很吉利 对 父母都希望孩子的名字 很吉利 还有一些名字 包含了父母 对孩子的希望 比如 希望孩子将来 能为国家尽力 希望孩子将来 能成功等等 我认识兄弟两个 哥哥叫王卫国 弟弟叫王卫民 是不是就是这种名字 对 还有一点 就是名字念起来 要好听 你知道 汉语有四个声调 利用这四个声调 搭配起的名字 会很有节奏感 这样说来 如果名字中的几个字 都是一个声调的话 恐怕就不好听了 就是啊 应该避免这种情况 当然 还有一点 就是写起来要方便 就是说 名字的字形要协调 几个字 不能都是笔画很多的 如果字的笔画太多 孩子不容易写 就是说 好的名字 要听起来极力 念起来好听 写起来方便 对不对 对 老师 我认识两个 叫流畅的人 好在他们俩 互相不认识 所以还没有 太大的麻烦 现在 起一个字 名字的越来越多 很容易同名同姓 还有一些大姓 很容易出现 同名同姓的情况 什么是大姓 大姓就是 姓这个姓的人很多 比如姓李的 有一亿多人 还有张 王 赵 刘等也是大姓 同名同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人们很喜欢用 红 军 蓝 涛 华 国 杰 英 刚等字起名字 用的人多了 自然会造成 同名同姓 一 中国人认为 给孩子起一个 好的名字 会怎么样 一 二 按照说话人的意思 李来福这个名字 怎么样 三 按照说话人的意思 王卫国 这个名字 怎么样 四 怎样才能让名字 念起来好听 五 怎样才能让名字的字形协调 6.说话人提到了哪几个大姓? 7.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有些常用的字 对话中没提到的是什么? 3.听第三遍录音填空 起名字 中国人很重视给孩子起名字 为了给孩子起名字 常常是再三考虑 但是什么样的名字才是比较好的呢? 请听录音 老师,我发现有的中国人的名字很好听 是啊,中国人很重视其名字 做父母的认为给孩子起一个好的名字 会给他带来好运气,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什么样的名字才算是好名字呢? 这个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不过也有一些规律 比如,你觉得李来福、张乐喜这两个名字怎么样? 听起来好像很吉利 听起来好像很吉利 对,父母都希望孩子的名字很吉利 还有一些名字包含了父母对孩子的希望 比如,希望孩子将来能为国家尽力 希望孩子将来能成功等等 我认识兄弟两个 哥哥叫王卫国 弟弟叫王卫民 是不是就是这种名字? 对,还有一点就是名字念起来要好听 你知道,汉语有四个声调 利用这四个声调搭配起的名字会很有节奏感 这样说来,如果名字中的几个字都是一个声调的话 恐怕就不好听了 就是啊,应该避免这种情况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写起来要方便 就是说,名字的字型要协调 几个字不能都是笔画很多的 如果字的笔画太多,孩子不容易写 就是说,好的名字要听起来吉利 念起来好听,写起来方便,对不对? 对 老师,我认识两个叫流畅的人 好在他们俩互相不认识 所以还没有太大的麻烦 现在,起一个字名字的越来越多 很容易同名同姓 还有一些大姓很容易出现同名同姓的情况 什么是大姓? 大姓就是姓这个姓的人很多 比如姓李的有一亿多人 还有张、王、赵、刘等也是大姓 同名同姓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人们很喜欢用红、军、蓝、涛、华、国、杰、英、刚等字起名字 用的人多了,自然会造成同名同姓 4. 简单回答下列问题 1. 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 1. 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 1. 一般有什么规律 2.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同名同姓的现象 3. 说说你知道的中国人的名字 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半听练习 听下列短文做练习 短文1. 中国人的姓氏 商词 历史学家 姓 姓氏 女字旁 先后 常用 分布 听录音判断证物 中国人的姓氏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出现在五六千年以前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不过三十个 而且大都带有女字旁 如鸡 姜 姚等 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个姓氏呢? 据统计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近一万两千个姓氏 现在中国使用的汉字姓氏又有多少呢? 大概有三千零五十个 其中一个字的姓有两千九百多个 两个字的姓大约有一百多个 而在这些姓氏中 常用的只有一百个 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一百个姓氏 按人数多少排列的话 前十名分别是 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 在这一百个姓氏中 前十九个都是占汉族人口百分之一以上的大姓 其中人口最多的是李 人数超过一亿 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九 排名第二三位的是王、张 第四、第五位的刘、陈 人数也都在五千万以上 另外 在中国的汉族人口中 平均每三十二万人共用一个姓 所以同名同姓的现象非常多 这三千多个姓氏的分布情况如何呢? 据调查统计 北京市有两千二百二十五个姓氏 上海市有一千六百四十个 沈阳市有一千二百七十个 武汉市有一千五百七十四个 重庆市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个 成都市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个 广州市有一千八百零二个 以上七个城市使用的不同姓氏 大约有两千五百八十多个 短文二 商品的起名和意名 声词 商品 销售 接近 反感 企业 产品 商品的起名和意名 商品在销售的时候 给商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是很重要的 金利来 金利来是一个很受中国人喜爱的服装品牌 它最初的名字是 Go的令 意思是金诗 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 不但没有新鲜的感觉 而且 诗和死音很接近 容易引起反感 于是 他们重新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 金利来 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外国商品名字起得最好的要算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原文是两种植物的名字 而与原文发音最接近的是 苦口苦辣 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人把它译成可口可乐 以后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后来 可口可乐公司又生产出一种新的饮料 开始叫 士碧利 中国人对它反应很平淡 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中国人不喜欢这个名字 于是 可口可乐公司把这种饮料的名字 改为雪碧 并配上 晶晶亮 透心凉的广告 很快就被中国人接受了 可是当前 中国不少企业 给自己的产品起的名字 却有一些问题 有的明明是为老百姓生产的东西 却起名为帝王 富豪 皇家等等 有的明明是在国内销售的商品 却起一个老百姓不懂的外国名字 听录音 回答问题 一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二 gold line 直接翻译成汉语的话是金诗 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 三 士碧利和雪碧 是同一种饮料吗 四 说话人认为 中国不少企业 在给自己的产品起名字时 有什么问题 这…… 是 一